因為市場的見識其實比較老舊 我們沒有辦法看到說 到底付了多少錢 我們有看到他交錢 這個一定沒有爭議 現在就是變成那個金額 喬不濃 台中警方貨爆市場裡面 出現找錯錢的糾紛 隨即當起柯南回到現場 這是他們家的 這是張是他們家的 是連號的 就過年一起 領給媽媽的生活費 這是五二 這是五一 他一次一張一張一張拿 帶著一堆連號的簽鈔 警方找上當事菜販 比對紙鈔的編號 馬上發現是誤會一場 事情就發生在台中南屯區 這一處菜市場裡面 警方還原過程表示 原來是一位巴水阿嬤 買菜時堅持 已經支付了千元紙鈔給攤商 但是老闆表示 他只有收到五百元的現金 雙方談不攏 發生口角糾紛 就怕阿嬤氣到暈倒 警方請他先回到家中 也想出了解決方法 破案的關鍵就在於原警 在阿嬤家中找到 這一個過年的紅包袋 警方表示一張一張比對 菜販最後也承認是誤會 願意登門跟這位阿嬤道歉 當時老闆也澄清 是因為太忙才會出現誤會 幸好遠景激景 想出鈔票對好方式 化解了這一場衝突 TVBS新聞陳樹仙 廖反映台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臨時報道歉 臨時報道歉